这是第一个 大量资料尽量还是不要放insale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会跟其他人共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资料不只你一个人用 可能一个部门用 那每一个人都抓自己的资料的时候 最后资料会不同一 那变成说你的跟我的资料不一样 那到底我的资料为主 还是你的资料为主 所以会需要有一个后端的资料库 当成是我们的什么 共用的一个 一个资料的来源 那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部分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如何把excel转变为SS 其实因为他们是同一家公司的东西 所以各位在那个 这个这个 在程式集里面找一下这个地方 会看到一个SS的2007 这个软件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如何快速的 把它转变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SS 其实首先的话第一个 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就是这个这个左上角 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特别注意 SS呢跟excel或wad的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它是先存档 再放资料 那以后是放完资料 再做最后再存档 是它的这个流程不太一样 所以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呢 在这边 把你们的资料库 这个地方他会问你说 你要放哪里 那你们就放在那个 在如果你们范例档的旁边 范例档 你这个我们的 云端范例档里面的话 这边 把它放在我们范例档的资料夹里面 那名称的话 我就给他一个叫做 看一下用哪个比较好 我之前是用一个地址合并 然后前面加上日期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好了 这地方的话加上今天日期 10206 今天是24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地址合并 那后面的话 资料库的话 2007是ACCDB 那如果说你是2003的话 那就是MDB 那我们两个其实都可以了 我用那个新的 2007的版本 那如果说你担心说将来 这个你们这个部门里面 还在用2003的话 那你就存成2003的格式 会比较 不会说你把资料库给人家 人家无法开启这种问题发生 OK 那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在这边按一个建立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资料 资料库了 不过资料库里面 预设在常用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常用 在建立里面的话 会有个叫做建立 资料表 建立资料表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资料在 在e-sale里面 所以各位可以在外部资料里面呢 可以看到e-sale 我们可以从e-sale里面呢 把我们的工作表汇入到资料库里面 变成资料表 在assess的单位叫资料表 在e-sale里面叫工作表 那实际上哦 他们之间的结构其实还蛮像的 那要怎么样哦 可以把外部资料汇入进来呢 首先的话 找到外部资料里面e-sale 然后接下来的话 他会问你说 啊你的档案在哪里 浏览一下 我们是把它放在那个 我的桌面上 那桌面上呢 你刚刚练习的那个档案 我刚刚练习的是在 这个这个档案 那把这个档案选取之后的话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他会侦测 里面的工作表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工作表 叫地址 就原来的嘛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会产生有 这几个栏 这几栏 包含这些 你就按下一步就可以 下一步之后 他问你说 第一个栏位 第一 呃